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连关隆贵族也摩拳擦掌暗自较量 渴望趁着乱世之机实现自己的千秋大业 河南瓦岗军 河北斗剑德军 江淮杜甫威军 以及第一个向隋王朝高举反齐的关隆贵族杨玄感 还有携天子以令诸侯最终以堂待随的李渊 一时之间 全国各地的歧义势力无限壮大 从星星之火到辽元之势 隋朝这个曾经在乱世之中统一中华大地 历经开皇之治 大业盛世的强盛王朝 在仅仅二世之时 便面临着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轻颓局面 不禁让人感慨 惊叹 历史的发展 以其惊人的相似 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事件 朝代的交替 无尽的斗争 一场群雄逐鹿中原的戏码再度上演 那么 在最后关头 隋阳帝杨广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解救危如雷乱的隋王朝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隋朝最后的衰亡呢 厦门大学李经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隋唐篇第十集 流星陨落 隋朝怎么亡国的 杨广在位前后算十四年吧 他安安稳稳待在京城的时间很短 为了实现他的大夜梦 这十几年里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建大工程 出巡 打仗 他不安稳 隋朝百姓的日子就过不安稳 隋朝官员的官也坐不安稳 因为别人没法像他那样激情四射 精力旺盛 大夜七年 明辩的烽火率先在山东燃起 之后从东往西滚滚而来 关隋贵族也开始跟杨广背道而驰 各打各的算盘 那两年杨广在哪呢 他欲驾清征 在东北的战场上一门心思攻城 国内此起彼伏的明辩 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官军派出去 捕杀便是 然而 当大夜九年六月 杨璇敢造反的消息 送到前线时 杨广坐不住了 杨璇敢是谁 那么多起兵的队伍在杨广看来 不过是翻不了大浪的小毛贼 为什么他造反 杨广就不敢等闲视之呢 杨璇敢是隋朝两朝重臣杨肃的儿子 生得体貌雄伟 气度不凡 上马骑射 下马文章 颇有其父风范 杨肃一生建功立业 所以杨璇敢在杨坚时代 仕途就很顺利 杨肃死后 杨璇敢官坐到礼部上述 又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楚国公 身份地位都有 富贵荣华不断 这样的人 为什么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去造反呢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 杨选敢想造反 不是一天两天了 杨广继位之后 自我期许颇高 他不愿意用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 他要建自己的决策班子 所以逐步清除前朝元老 好给新贵门让路 杨肃重病 杨广呢表现出 一乎寻常的关注 又是派民医医治 又是赐医药 同时啊 他每天都问医生 杨肃病情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死啊 这弄得杨肃 心灰意冷 知道自己活着就是罪啊 所以干脆拒绝吃药 没过多久 便命丧黄泉 杨肃死了 杨广长出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话 使肃不死 终当遗族 那意思 如果不是杨肃 自己识相病死了 我总有一天 要将他灭族 这些啊 让杨选敢 在不寒而栗的同时 恨意见生 他开始跟杨广 离心离德 当然 替父报仇 不是杨选敢造反的 唯一理由 他还有野心 都是关隆贵族 你杨广可以君灵天下 为什么我不呢 当年宇文氏夺了 西魏的天下 杨家又夺了宇文氏的天下 咱们关隆贵族 皇帝轮流坐 兴许明年 就到我家了 父亲一生 功业显赫 朝中很多官员 要么是他属下 要么从前得过 父亲的恩惠 自己呢 这些年礼贤下士 广交天下豪杰 人脉颇广 凭着上下两代人的努力 如果起事 一定是一呼百应 杨选杨信心满满 只等时机来临 大业九年 杨广派杨选杨在黎阳 为东北前线多运粮草 黎阳在今天的河南去 杨选杨大喜过望 杨广远在前线 后方空虚 粮草又在我手上 此时不返 更待何时 于是 他把运粮船上的 八千名船工和苦役 组织起来 以这支队伍为主力 在大业九年的六月份 高举返旗 成了第一个 向杨广宣战的 官隆贵族 可惜啊 后来的事实证明 杨选杨论野心 比杨树大 可论智慧眼光 比杨树就差远了 仅仅两个月时间 杨选杨就在 官军的夹击下 兵败丧命 杨广下令 将他的尸体 堕碎示众 再错骨杨徽 为什么败得这么快呢 杨选杨造反 打的是主上无道 救命与水火的旗号 很多明星 队伍发展得非常快 怎么就只撑了两个月呢 我们听听 太史令 于智的话就明白了 我以前讲过 杨坚很信任一个 会看天象的术士 于智才 于智就是于智才的儿子 他呢洞察时事 料事也很准 杨选杆起兵啊 杨广心里不踏实 就来找于智 想从他这儿 获得心理安慰 杨广问于智 说 你看 杨选杆能成事吗 于智回答 不能 他说不是给杨广安慰啊 这是于智对 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 他说 今天下一家 无畏意可动 当今天下还是一家 百官仍然心向朝廷 大局势稳定的 不那么容易撼动 所以皇上您不用担忧 杨选杆成不了气候 为实现自己的雄徒大业 杨广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致使天下苍生苦不堪言 民间四处怨声载道 为推翻隋朝的科政 造反势力层出不穷 同属关隆贵族的杨选杆 也高举反旗 此一举 他也许是要为天下苍生 讨一个公道 也许不过是想 借由百姓的力量 实现他统治天下的野心 但无论如何 不过短短两个月 他便兵败丧命 既然如此 身居至尊之位的杨广 为何会对他的造反 感到如此不安 随着反随力量的壮大 杨广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来维护隋朝残存的势力呢 我刚才说杨选杆造反的时候 杨广非常紧张 他赶紧从前线撤兵 为什么紧张呢 因为杨选杆心里想的 杨广也想到了 杨选杆为什么敢 底气十足地造反呀 就是因为他认为你是关隆贵族 我也是关隆贵族 你敢抢宇文氏的江山 我就敢抢你的江山 杨广当然记得 他的父亲杨坚是怎么得的皇位 所以他紧张呀 天下那么多的便民 他不放在心上 关隆贵族内部有人背叛 他就潇洒不起来 遗憾的是宇智的话 让杨广非常高兴 可他一高兴 也就懒得去琢磨 宇智话里的深意了 如果他肯多想想百姓 为什么苦 百姓的苦是谁造成的 那么随朝也许还有救 或者他愿意多想想 更早的时候 再向苏薇说的话 苏薇当时也说 杨玄感没有认清形势 不足为据 但恐因此进城乱街 我怕的是 他这次造反 会掀起大乱的序幕 苏薇这是在提醒杨广 统治阶级内部出现裂痕了 然而这些没有引起杨广深思 他没有防危杜见 去安抚贵族 挽救人心 争取百官 更坚定的拥护 也没有施行人证 修养生息 让百姓喘口气 你不反省 不改错 那么等待杨广的 就只能是生死国灭 一个杨玄感倒下了 会有更多的杨玄感站起来 比如说 李密率领的瓦岗军 比杨玄感的势力大多了 李密就是关隆贵族 再比如李渊 关隆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 他直接以唐带随 让随朝翻篇 其他的反随武装 从山东到宁夏 从河北到江淮 呈星火燎原之事 大业十二年元旦 杨广照例举办大朝会 可那一年的朝会场面 非常冷清 不仅外国使节不见踪影 万国来朝的盛况 一去不返 就连国内各郡 派来给杨广拜年的朝级使 都没到权 二十多位缺席 为什么缺席呢 因为这二十多个郡 有的已经被叛军占领 有的派出的使者 被叛军挡在路上 杨广这才意识到 形势有多严峻了 从此 他晚上失眠的毛病 越来越严重 有一次宫里失火 杨广以为叛军打进来了 他吓得一个人窜进 西院的草丛里躲起来 直到火被扑灭了才敢出来 真是惶惶不可终日啊 此前的杨广太顺利了 想征太子位 征到了 想顺利登基 登上了 半生风光无限 一向顺风顺水 永远自以为是 他遭遇逆境 训练抗错力的机会不多 所以逆伤很低 在滚滚如潮的 反随武装面前 杨广像漏气的皮球一样 迅速伪顿 他无心应对乱局 也无力应对 在人人喊打的逆境之下 杨广想到的 就是一个字 逃 逃到哪里去呢 逃到他深爱的江都去 屏蔽所有跟叛军有关的信息 关起门来 循环作乐 今朝有酒 今朝醉 那么躲能解决问题吗 杨广认为能 他操作无语 对萧皇后说 外间大有人屠农 然农不施为长城宫 清不施为省后 长城宫就是 陈后主陈淑宝 降随以后封长城宫 省后是他的皇后 陈淑宝呢 入随之后 还活了十多年 杨广给他的嗜号是杨 杨是什么意思 去离远中为阳 逆天虐名为阳 这是个恶事 这个字看着是不是特别熟悉 杨广赐给陈淑宝这个嗜号是 哪里能够想到 未来他得到的评价 也是阳 他给陈淑宝盖官论定的这个字 将来唐高祖李渊会原样赐给他 讽刺吧 其实不用等到死后一事 当杨广说 如果随朝灭亡 自己仍然不施为长城宫 萧皇后仍然不施为省后的时候 讽刺就已经开始了 他的意思是 如果李密李渊那帮人得了天下 一定会参照杨家的做法 封他做个什么工 让他以此终老 陈后主 当年可是青年杨广手下的败将 这个时候的杨广好歹已经见过一番大业了吧 他竟然羡慕手下败将 亡国之后的政治待遇 当然杨广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过应对 他想过的 他想到的应对是割据 他打算如果两金丢失 再也回不去了 他就割据江南 跟北方的新政权化僵而至 天下这么大 咱们一人一半 当年杨广亲手平定陈朝 结束南北分裂 随朝实现了大一统 没想到割据 竟然成为他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 真是莫大的讽刺 曾经不顾一切的撕进去 不计代价地往前冲 既有雄才又有伪劣的杨广 一夜之间变得苟且偷安 而且偷得兴致勃勃 跟九泉之下的糊涂皇帝 陈书宝遥相呼应 为了建立歌剧小朝廷 杨广决定迁都丹阳 丹阳就是今天的南京 他以为这样一来 人生可以重新洗牌 却不料 叛军还没打过来 他这个迁都决定 一下末日就提前来临了 为什么呢 杨广半生风光无限 可到头来 割据一方苟且偷安 倒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真让人唏嘘不已 他明明有机会反省过错 挽回危机 可在他心里竟没有一丝 对于天下苍生的怜悯 也没有一点对陈子的关心 杨广决定迁都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化僵而至 偏安一余 但殊不知 一场危及他性命的宫廷政变 正在悄悄酝酿 究竟是谁策划的这场宫廷政变 在这场宫廷政变之中 杨广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 禁军强烈反对迁都 禁军大部分是关中人 迁都意味着 从此他们不得不跟杨广一块 扎根江南 北方的家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谁愿意客死他乡呢 你不愿意怎么办 开小菜 逃跑的禁军一天比一天多 接着军官们也动心了 想跑的非常多 刚开始他们还悄悄地策划 渐渐地发展为公开约逃 无所畏惧 按说禁军开小差 军官们想叛逃 都走了 杨广无非就是做个光感司令 何至于末日就提前到了呢 这是因为原本单纯的叛逃 被人利用 变成了宫廷政变 这个浑水摸鱼发动政变的人 叫做宇文智吉 他是宇文树的二儿子 宇文智吉对向逃跑的人说 逃什么逃 没必要嘛 你们既然已经串联好了 不如干票大的 杀掉杨广 换个皇帝 他这么一煽风点火 大伙都被鼓动起来了 个个热血沸腾 于是大家把宇文树的长子 宇文化籍推选出来 做宫变的首领 接下去的准备工作非常顺利 宫廷宿位很快就摆平了 大叶十四年三月十一 是杨广活在人间的最后一天 那一天凌晨 叛将们闯进后宫 把躲在里面的杨广 抓了出来 面对即将砍下的大刀 杨广故作镇定 装出一副君不畏死的样子 说天子自有死法 怎么能用刀呢 拿毒酒来 没人理他 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死轮得到你说嘛 有个叫做灵狐行达的叛将 一把把杨广推到坐榻上 准备动手 杨广绝望地解下自己的炼金 交给灵狐行达 灵狐行达毫不客气 就用那条炼金把杨广给勒死了 三十多年前 杨坚称帝给新王朝定的国号叫随 因为他在北周的爵位是随国公 后来又被封为随王 后来又被封为随王 这几个随字都是随便的随 随字中间有一个走之点 这是错字 错的意思是忽停忽走走走停停 新王朝怎么能走走停停呢 要阔步前行才对啊 所以把中间的错字拿掉 改随为没有走自己的随 这样杨坚才踏实 谁能想到随朝还是只维持了两代 就停下不走了 在历史的天空中 随是一颗骤升骤降的明星 他曾经光照天宇 阳间有开皇之志 阳广有大业之胜 政治上他们实现了大一统 经济上随是史上最富的王朝 制度上随朝实行三省六部制 朝廷政务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 三省通力合作又相互监督 设计上很科学 统一强大有钱有好制度 那这就更叫人纳闷了 这样的王朝怎么会二世而亡 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呢 简单地说 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阳间父子不爱百姓 阳广继位后 功成不断 四处巡游 连年打仗 弄得名不聊生 壮年男子战死疆场 老弱富幼 饿死道旁 他不惜名利 不把百姓放在眼里 这毫无疑问 阳间怎么不爱名呢 我以前讲过他爱名的故事 观众大汉 见百姓吃的是豆穴杂糠 阳间难过地掉眼泪 跟灾民们一起逃荒 阳间是一路上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就差给灾民背包挑担了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的隋朝 富得流油 粮食不薄 挤爆了国库 不得不堆在外面的走廊上 观众大汉 你阳间只要开仓赈灾呀 让老百姓踏踏实实地坐在家里 吃着朝廷发放的旧灾粮 安度荒年 这样不好吗 为什么要逼得他们 走投无路去逃荒 你这是真爱名吗 不是 阳间这事由小人而无大爱 在他心目中 名的分量 没有仓库里的粮食种 所以父子两代皇帝都不爱名 做父亲的 还做点面上文章 儿子呢 连戏都懒得眼 在阳广看来 老百姓不要太多 太多了 容易聚众闹事 所以不必爱惜 不必体恤 该杀就杀 该用就用 他忘了 君是州 明是水 水能再州 也能复州 时间一到 该来的都会来 一场宫廷政变 结束了杨广的生命 也昭示了隋朝的衰亡 这个曾经万国来朝 繁荣富庶的强大王朝 如流星一般迅速隐落 彻底退出了 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水能再州 亦能复州 至天下苍生于不顾 给隋朝的统治招来了巨大的祸患 但一个王朝覆灭的原因 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 那么还有哪些原因 导致了隋朝的迅速灭亡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史话隋唐篇第十集 流星陨落 第二点 杨奸父子猜忌大臣 治国需要帮手啊 孤家寡人做不了天下 可是杨奸父子都不信任大臣 这一点他俩又高度默契 都不愿意放权给大臣 都是顺我者仓提意见的王 杨奸怎么对百官的 他猜忌百官 对待功臣重臣 要么架空 要么罢免 要么杀掉 防止他们篡权 开皇前期 君臣团结 历经图治的良好局面 没有维持多久 杨奸留给杨广的 是一个信任度不高 人人自保的政权 那么杨广上台以后 他怎么做呢 他变本加厉 除掉了高炯 贺若碧 这些前朝元老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决策班子 人称武贵 纳颜苏薇 左翼卫大将军宇文树 皇门侍郎 裴举 御史大夫裴运 以及内史侍郎 于世姬 苏薇行政能力极强 宇文树会打仗 裴举擅长跟周边民族打交道 裴运负责司法工作 而于世姬呢 文采极好 是朝廷一直比 但是呢 杨广明确警告他们 我深信不喜欢别人提意见 尤其讨厌 那些品阶高的官员 通过禁见来扬明 可以想象 在刚毕自用的杨广朝堂上 这五贵能起的正面作用很有限 比如说 宇文树 他一向奉行 均所谓可 一约可言 均所谓否 一约否言的原则 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以 哄杨广开心为宗旨 天下明辩四起 越讲越多 有一天 杨广就在朝堂上问 现在怎么样了 宇文树回答 贼贱少 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苏威是两朝宰相 正谈不倒翁 他当然知道 谨言慎行的重要性 可是作为 俯辟大臣的良心还在 他见宇文树 睁眼说瞎话 实在听不下去 可又不敢说真话 所以他一闪身 躲到柱子后面 希望杨广忽略他 可是杨广还是看到他 叫他回话 怎么回话呢 苏威小心翼翼 自争俱拙地说 我不是这方面的主管官员 情况我不太了解 只是呢 从前贼在山东 现在在河南 离东都越来越近 令人担忧啊 事情说得很清楚 但是口气很婉转 然而阳广还是听不下去 脸一沉 拂袖而去 苏威后来还提过几次意见 这样做的结果是 他本人连同子孙三代 所有人除名为名 我们再来说一下 虞世姬 虞世姬是江南才子 深受杨广的器重 大业十二年七月份 杨广逃避责任 放弃两京 第三次下江都 走到拱县的时候 虞世姬请求杨广发兵 说守住拱县东南边的落口舱 以防不测 兵荒马乱之际啊 粮仓千万不能丢 没想到杨广一声冷笑 说你是书生 当然害怕 言下之意 你就是我的御用本人 替我你个招令 没问题 大世面没见过 几个乱民就把你吓成这样 虞世姬一听 得了 反正天下是你的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可不想做第二个高拥素威 从此以后 于世姬直见杨广喜欢的说 李密瓦港军围逼东都 留守东都的岳王 派一位名叫袁善达的官员 来找杨广 希望杨广能够返回东都 主持大局 袁善达冒着生命危险 赶到江都 可这个时候的杨广 毫无斗志 于世姬 投其所好 说 岳王年轻 容易被身边的人欺骗 如果李密真的围了东都 袁善达怎么跑出来的 杨广一听 郑重下怀 对了对 你说的对 善达小人 竟敢欺君 于世姬后来跟杨广一块 死在江都公辩中 世人都说武贵好 可自己贵不贵 于世姬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并不愿意做 只会讨好君王的宁臣 但是在独断专行的杨广面前 宁臣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隋朝亡国的第三个原因 苛政 急政 毁了隋朝 百姓苦累不当回事 大臣敬见不当回事 两个人都野心勃勃 都想当千古一帝 为此呢 杨奸是大步向前 这还好点 杨广则是一路狂奔 去追求他 另立宣唐 眼吞周汉 子孙万代人莫能亏正古一来 一军而已的伟大梦想 什么意思呢 抄皇帝 月唐瑶 盖过西周 胜过两汉 让子孙万代想追都追不上 一句话 我这个君王空前绝后 皇帝有理想 这是好事 慢慢来 一步一步实现 可是杨广呢 多个大工程 多次大规模的巡游 长时间的打仗 大业集中在十几年里 同步进行 这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范围 唐太宗说得好呀 治国跟养病一样 病人有好转了 更要细心调养 不要让他马上干重活 否则他的病会复发 一复发就会要了他的命 治国亦然 天下烧安 游须精盛 若便交易 必至丧败 隋朝 刚刚结束 数百年的战乱 需要敬仰 帝王应该 兢兢业业 小心谨慎 可是杨广呢 自视有才 觉得自己 什么都能办成 一味骄纵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逼得百姓跟他 一路狂奔 结果就是 百姓 再也跑不动了 只能接干而起 唐朝诗人李静方 有一首描写 隋唐运河的诗 前面两句说 便水通怀 利罪多 生人为害 亦相合 意思是 杨广开运河 当时有劳民之害 到了唐朝呢 却有通波之力 开河 既为害 又利人 李静方的这个态度 可以用来评价 杨广的其他工业 比如说 他建洛阳城 他修长城 都汇集后事 隋朝的制度 工程 财富 都留给了唐朝 这些都功不可没 可是 回到隋朝的历史现场 百姓超负荷运转 太苦了 杨广虽然有证 但是 他无德 对于隋朝百姓来说 他不是个好皇帝 杨广死了 天下乱成一团 各路返隋武装并起 隋师齐路 群雄 共逐之 隋朝之后 历史该往哪里去呢 敬请继续收看 中国史话 谢谢大家 大隋王朝一度创造了 光耀夺目的盛世华章 但它就像是一颗流星 短暂绚烂之后 便消逝在了苍茫的 历史天空中 而它曾经迸发出来的光芒 却一直照耀着后世 无论功过成败 千年的风云 早已消散殆尽 而如今 当我们再一次回首 那个时代 依然会为它在短短时间里 能够成就中华文明中的 一段绚烂篇章而楷探 三省六部制的创立 加强了中央集权 科举制度的设立 使得天下英才 可以施展报复 大展宏图 局势文明的隋唐大运河 更是促进了各地商业的发展 这些创建性的文明文化 终成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 辉煌成就 一直延续千年 影响深远 尽管历史贡献巨大 大隋王朝最终 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华文明就是这样 在不断更迭的朝代中 一直向前 不断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